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衛星雲圖的部分 好 新度颱風呢 貝壁家 好成型了 好 目前我們看到 哇 在我們臺灣東方海面 在關島附近 這個目前呢 雲汐看起來很大 而且呢 它現在呢 強度還在增強當中 它是以每小時19公里的速度 朝著北北溪前進 那北北溪前進之後 還會再轉西北 你說不是呢 直撲臺灣而來嗎 好 這個現在呢 它預計暴風圈直接清洗 我們陸地的機率呢 是降低了 好 但是呢 對於我們天氣還是會有影響 好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這張圖就非常明顯了 好 這張呢 是這個颱風暴風圈 可能到達時間還有機率 好 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到達的時間呢 大概就是15號到16號中間 那17號就是中秋節嘛 好 所以它當然會對我們天氣系統會有影響 但是你按照目前相處的最新呢 他們的這個預估來看 直接暴風圈影響我們陸地的機率是小很多 好 不過呢 因為它現在還有一些變數 第一個 它現在呢 強度還在增強 我們剛剛講到 第二個 它速度有一點變慢 再加上它暴風圈越來越大 所以到時候實際影響怎麼樣 我們其實這幾天還要再做評估 還要再來觀察 但是可以知道 大概就是15到16號會最靠近臺灣 好 不過呢 我們來看到 雖然它不會直接影響我們 那我們先來關心在這個今天的整個降雨的部分 好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臺灣還是在這所謂大低壓袋的影響之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呢 是比較偏東風的環境 今天呢 還有再包括了在明天呢 這個東半部要特別注意 會有雨勢 東側有水氣移入 所以北東這邊都要特別注意 不過還好到明天呢 以及周六的這個部分呢 會比較緩和 又會恢復到比較呢 是這個 午後這個降雨的 對流雨的天氣 所以呢 在這個南部 中南部地區山區的這邊也要特別注意雨勢的部分 但是呢 整個大氣環境還是相對比較不穩定啊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 剛剛講到 會影響我們貝幣家呢 它現在呢 黑色這一條出現 就是目前呢 在整個預測模型上面 它大概中心呢 會通過的地點 大概呢 會在中國大陸 浙江這附近啊 到時候會在這個附近登陸啊 好 但是我們講到說 可能不只貝幣家來亂 亂我們的天氣系統 那到時候你看 這是這個氣氧專家吳德榮啊 他現在呢 觀察到 在十七號就是中秋節這一天 貝幣家到時候會在這附近 不過你看我們臺灣東南方 也有另外一個擾動 甚至他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擾動啊 所以呢 到時候都會影響到我們天氣 所以大家問 在中秋節這個賞月的機率啊 這個氣氧屬目前只能夠預估 大概在北部 東北部啊 這邊恐怕要賞月 機率比較低 不過呢 在這個被封面啊 在中南部的地方稍微高一點啊 不過你可以看到 這天氣系統這麼的混亂 或是這麼難以預測 到時候賞月的情況一定會被影響 好 另外一位氣氧專家呢 賈希英 他是也大概預測一下 就是說這個是在九月十六號 就是中秋節前一天晚上八點 恐怕呢 不只有貝幣家 到時候恐怕會有葡萄桑 還有蘇利 這兩個颱風都有可能會前後接力的生成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想而知到時候呢 在中秋節前後啊 我們天氣系統 應該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特別在北部 東北部這邊啊 那中南部呢 有可能雲散掉之後 機率高一點點啊 好 但是呢 這一切 這幾天呢 還是要請您特別注意啊 在整個天氣 還有氣象預測部分 包括這整個熱帶擾動 大地壓帶 都是相對比較不穩定 所以中秋節能不能賞月 還是要請您持續鎖定我們的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交給雲竹